其實就是兩樣東西 你想一下澳門是旅遊城市 全部搞賭場 你不用說了 你想一下 現在你變了 即是說 往時那些人做生意是賺一兩成 現在你只剩一成 你想一下 那你想一下 一定是跟著賭場的 很正常的 沒理由 雞仔大過雞拿的 你開來有什麼用 就是打個比方 就算現在那些人吵得那麼厲害 說那些勞工下來 其實重大引誘你下來 很簡單 好像這些 你開一天沒生意 十天沒生意 那老闆會怎麼做呢 其實馬上崩潰 就是這個現實版本 幸好還有這件事分散了一個注意力 說那些勞工還沒下來 你馬上下來 你看 很簡單 即是說只剩一成生意 往時就賺一成兩成 現在剩一成就虧了八成 那你想一下 不是說有沒有錢有沒有實力 該不該做 你賭場也是社會責任 對不對 中小企 有很多可能真的未必有實力的 這些都不是一兩萬租 加到一個零的 那些是炸死的 一半怎麼會頂不住 我們這些中小企就死了 只剩一兩成 你懂了嗎 不是說兩三萬 在說十十星的租 你想一下 賺什麼錢買什麼錢都沒有用 政府派到五百億都沒有用 你就是說你沒有水源 你下面補洞有什麼用 你放水下來 都不想拿到政府的錢 政府的錢 你要用什麼 對吧 就像黑衣仔一樣 其實也幫不了手 你每個月十幾二十萬租 派過兩三萬三五萬 有沒有用 只是說義自力而已 這些不要說了 好 好 好